接下来我们再来完成一项准备工作 为我们的这个项目呢 搭建一个简单的界面吧 把它做到像一个照相机的APP 大家都玩过手机吧 手机长得什么样的 它的照相机如何叼呢 首先我在我的音频上面 有一个图标 就类似于你的手机啊 打开是有各种图标的吧 点击不同的图标会有不同的操作 那这有个图标要照相 点完这个图标以后 会进入到另外一个界面 那另外一个界面 我又把它图成两部分啊 上面这一块是拍照区 也就是我们的图片预览会显示到这儿吧 或者相册将来也会显示到这儿 下面有几个按钮啊 中间这个按钮叫拍照 这也是模拟手机的 手机大体就这个样子是吧 中间有个按钮拍照 当然这是个触摸屏按钮是吧 然后左边这个按钮呢是相册 我们叠这个地方会显示出 我们相册里边的图片 右边是删除 我不想叫图片呢 当然是删除它吧 然后中间可能我们会有一个滑屏的操作 当然没有办法给大家画出来这个操作 如果我们滑动屏幕的话 会切换照片 这是我们这个照相机 外部的一些简单的设置 那这个菜单我们先来做一下 把菜单做好了以后就可以采集数据 首先我们看这个整个这个设计 大家想想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做啊 如果大家学过面向对象的写法的话 应该知道这其实是一个类是吧 照相机这个图标这是一类 这个类呢就叫图标 那么下面这些按钮呢 这又是一个类叫button 是吧 然而在c里边呢 我们是面向过程的是吧 没有这个对象的概念 但是这不妨碍我们这种思想 我们可以用结构体 我们知道复杂的东西都是用结构体来分装出来的 比如说我们学的LCD是吧 用一个结构体来分装出来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给它复制就OK了 这就变成了一个面向对象的思想了 那我们首先看这一个类 我们图标给它定义一个结构体 名字叫icon图标 将来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做另外一个图标 叫摄像 可以照相也可以摄像 或者如果你做了其他的项目 它可以集成在一起 做成一个非常漂亮的智能家具的项目 可以采集摄像头数据 可以采集温湿度数据等等 很多图标 那么对于这个图标 我们想想想它都有些什么内容 怎么来分装 也就是说它有哪些因素 这个图标首先它有大小 那大小如果表示起始坐标 XY 结束坐标XY 或者是起始坐标 宽度高度 总之它的大小用四个东西来表示 是吧 坐标是两对 那如果是一对坐标和一个宽度高度 也可以 除了大小以后 我们还有它的颜色 它的颜色是什么样的 还有 这里边有字是吧 你说这里边有一个什么文本框的 我们把这个打字的地方叫什么 文本框 如果在安照里边呢 它叫textview 其他地方其实也叫textview 最起码它叫一个text 这里边有一个文本框text 那文本框呢 它又是一个类是吧 这个文本框 也是有大小的 它里边有大小 文本框可以很大 比如说这个文本框非常大 里面的字 看得很小是吧 那有的文本框很小 它的字很大 凸出来了 然后文本框还有背景色 这个文本框是这个颜色 这个文本框是另外一个颜色 然后文本框里边还有内容 那它的内容就是一个字 或者叫字符 汉字也是用字符来表示的 然后呢 我们再看这个图标呢 基本就像的差不多了 还有我们这个按钮 按钮结合图标差不多 按钮也有大小 高度宽度 其实坐标 还有按钮到背景色 按钮里边还有一个文本框是吧 那那个文本框里边还有字 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想法 从这样想的 你可以想出这么几个结构体 Icon TaxView Button 其他的结构体呢 暂时还没有想到 那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里边分装出的一个 关于菜单啊 有一个类 那首先我们来看我们的同文件啊 一切东西呢 都离不开同文件 那看看我们这个同文件 给大家分装出什么 首先大家看到一个TextView 是吧 里边要写出一些字符 不管是汉字还是英语 总之是一个字符 那一个文本框是比较简单的 前四个 这是什么 规定了它的位置 它的大小呢 起始坐标 规定了它的位置 然后大小 再有高度和宽度 代表它的大小 Color 是背景设立型 还有Text 字 这边有个 什么样的字符 ABCD 或者是你好 Word 等等 再往下还有一个结构体 这个结构体叫Icon 那么Icon和Button呢 其实我们看 长得一样 是吧 Icon也是一个圈里面有个字 Button也是一个圈里面有个字 但是它的功能可能不一样 Icon是打在表面上的 那Button呢 是在一个APP里边的 所以呢 尽管它们俩的功能一样 但是我把它们俩起不同的名字 一个叫Icon 一个叫Button 还是上面四个呢 是代表它的一个大小位置 再看里边还有 除了这个Color 大家能明白 背景色 还有什么 Ear Press的 这也是代表它的一个状态啊 我们知道Icon是可以被点击的 对吧 也可以被松开 Button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变量 代表它的一个暗下的状态啊 Text View 不必多说了 这里边有打一个字 或者打一串字 然后还有两个函数指针 是吧 这怎么会出现函数呢 我们知道这个Button 除了状态还有动作 按下是一种状态 但是这种状态下 还有其他的操作 比如说按下一个Button 这样会有一个下载 是吧 除了这个状态发生的改变 它还有一些动作 所以我这里边还有个函数指针 所以看这个Press 就是按下的一个动作 GetState 从名字上可以理解到 这是获取它的状态 是吧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GetState来知道 当前是不是被按下了 或者是 这个GetState 我们这里边应该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可能不是判断它是不是被按下 再有个变料 也表达了是不是被按下了 这个GetState是 怎么说呢 是类似于一个监听器啊 监听器 但如果学过安卓的话 会知道监听器是什么样 比如说我把一个Button 摆在那儿的吗 那我如何知道它被按下去的 肯定有人会去监视着它 只有有人监视它 才知道它被按下去 如果没有人管 按下去 你也不知道 这个GetState呢 类似于一个监听器 至于它内部怎么做 我们先把它摆在这儿 这个监听器 然后下面我们还看到 还有一个类啊 Toolbar 那这个Toolbar是什么意思 大家看我这里边 我把这三个按钮 放在某个地方 工具条是吧 很多东西呢 都会有工具条 所以我把这三按钮 加在一块呢 叫一个工具条 上面这几个图片 下面是一个工具条 所以会有Toolbar这个东西 那么Toolbar除了有大小位置以后 它里边还有内容 它的内容是三个按钮 那由此看到 我们的Toolbar 它的分装起来呢 从它大小颜色呢 就是三个按钮 三个Button 这是一些结构体的分装 下面这些定义呢 就没有必要看了 这都是一些别量 和函数的定义 我们来回到 我们的manu.c 如果分装好了 结构体以后 manu.c应该怎么做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函数 photoinit 那么这个photo是什么 这个还得看同文件 photo是个什么东西 icon是吧 照相机这个图标 然后Toolbar呢 是我们工具的R 下面这几个看到 一十半我用不到 我们就看这个photo 图标的处置的话 manu.c应该拿出来 眼镜还不太好使 这个icon呢 首先我们要给这个结构 去复制是吧 要把所有东西都复制了 那至于这个大小 它的其实位置在哪 这个你自己计算一下 就行了是吧 你可以摆在中间 也可以摆在左边 可以摆在右边 你自己去算吧 这个有多大 可以有牛那么大 也可以有蚂蚁那么小 你觉得多大是就可以了 总之不超过你的屏幕就行 一直press的 这是一个状态 现在是没有被按下 对吧 初始状态 怎么可能被按下呢 还没有人动 所以这个false 然后这里边给大家强调一点 这个false呢 如果学光面向对象的 又说这个false是个 布尔形的变量 对吧 我们知道在c里边 没有false这个单词 这个false是我自定义的 我们看到这个false它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个零 找一下false在哪呢 这呢 是吧 false就是个零 处就是个一 这是代表一个状态 有或者没有 再往下看 taxview它的复制 这给你自己去算吧 里边的内容是什么 最主要我们看看 这两个函数指针 这两个指针指到哪呢 这种写法 大家应该知道吧 学到这里边 应该对这个写法不陌生的 函数指针 它用的时候 其实也差不多是吧 只不过这个等的时候呢 等了一个函数 我们看这个函数press 还有state 我们首先看这个press press可能比较好理解 当我们按下了这个按钮以后 跳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跳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大家看到在另外一个地方 首先干什么 画一个工具条 那我们看看啊 当你点这个图标以后 是不是切换到这了 切换到这了 那个图片区 你还画不出来是吧 我还没告诉你呢 那这个地方 你能画出来是吧 画一个工具条 所以在这个photopress里边呢 首先是画了一个工具条 这个画怎么画到 用LCD那个函数来画的是吧 画完以后 有value做一些操作 这是一个监听的过程 那么有了这个press的动作以后呢 我们看这个接听啊 state是干什么的 大家看看这个事不叫接听 如果已经被扫描到了 这是一个触摸屏的扫描函数 对吧 大家看到我是如何接听 这个按钮的状态的 其实我就是判断这个触摸屏 如果触摸屏 刚才复写的这函数是吧 被触摸了 然后我要分析这个触摸的坐标是吧 那不可能随便触摸都可以的 有区域是吧 那么这个区域跟谁有关系 是不跟你之前的初始化 这有关系啊 这四个点就是你的区域是吧 所以如果有触摸了 而且触摸的区域满足这四个点 那这个时候我会把这个按钮的图标 改一下颜色 我们知道每一个按钮按下去之后 颜色会发生改变的 当我们按下按钮以后 我改成了红色 然后改了颜色以后 你得重新画一下 要不然它还是绿色对吧 你画一下它再变成红色 然后呢 我们继续扫描出摸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要等待这个按钮被放开是吧 如果按钮不放开 我就不执行操作 那有些事情是这样的 有些按钮只有你放开了以后 它才能执行下一步 有些按钮你不用放开 它也会执行下一步 那在这里边我为了解答 我要等待是吧 如果有触摸了 而且满足条件 我要等待你松开 等待你松开了以后 我会修改我的状态 已经被按过了是吧 已经被按过了 然后我会执行一个按的动作 那么挑到这个按的动作 就是跳到了我们照相的那个程序 画了一个工具条 然后接测工具条的其他的按钮的状态 是吧 这是这个图标的初始化 那我们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初始化 比如说这个兔霸的初始化 同样还是坐标 那当然这个坐标设置是很有学问的 是吧 start的x是零 我们看看start的x是不是零了 是零是吧 那么start的y呢 是不是非常靠下 是吧 非常的靠下 可能在300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屏幕满屏320是吧 那么靠下的地方可能就是300多 这是这几个坐标 然后呢 在图板里边还有几个按钮 对每一个按钮 我也要做一个初始化 三个按钮 对应三个初始化 除了它的位置颜色 最主要是它们几个函数 按下了这个状态 按下了这个动作 press呢 是一个动作 按下以后会执行什么动作 那么get state呢 其实就是获取一个它的状态 我们通过监测这个触摸屏 来判断是不是按下了 如果按下了就执行了press 没有按下当然不执行 然后再往下看 这是有一个照函数 这是个LCD的一个函数啊 如何去画一个东西 LCD fill 这是做一个天窗 这个string 这个是一个打焊字 这个画这个函数呢 大家应该会缓 take state 我们看看take state 照样的还是触摸 如果触摸以后 而且满足区域 我要等待它松开 是吧 松开了以后呢 会执行一个 相应的动作 这个是take press 在take press里面 其实是一个照相程序啊 大家看照相程序有点多 但是我打了一句话 那么大家测的时候呢 在take press里面就打这么一句话 就OK了是吧 take photo 这没有你按下了take按钮 那么其他的按钮也是一样的 state监测冲摸屏 phe press 这是个相册 我会打一句话 浏览相册 在del里边也会打一句话 del 这是我们的菜单的一些操作啊 那么除了菜单的操作呢 下面我还写了一个其他的函数啊 slide 这个是滑屏的意思 滑屏其实也非常好做啊 这个首先要用触摸屏的驱动啊 我们要扫描触摸 一旦我们触摸屏被触摸了以后 我会判断它的坐标啊 我会判断它的坐标 那其实这个 触摸的就是两个点 比较是吧 比如说我在这画了一条线是吧 你怎么知道我向左走呢 是因为后来这个点的坐标 小于以前这个点坐标是吧 这个点坐标比如说100 这个点坐标可能就是1000是吧 所以我才向左移动是吧 那我如果我向右移动的是这个样子 是吧 所以对触摸屏 这个滑屏的操作啊 就是一个坐标的判断 我们看到在这有个解法是吧 大于多少是一个left 然后大于多少 就是一个right 如果没有的话是一个not 总之呢 这个触摸呢 就是一个坐标的计算啊 这个函数是比较好理解的函数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触摸 到底成不成功 下载一下 下载完我们来运行一下 大家稍等一下 我给大家打开摄像头啊 OK 那现在我的摄像头已经打开了啊 大家看一下 那在这个地方呢 首先是一个图标 大家看我指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的一个icon 那这个icon为什么没有焊字呢 这个不是我的程序出问题啊 这是因为我这个内部的flash已经坏掉了 这个那天不小心被我掉了一下 flash坏掉了 如果放到你的板上 这是有字的 那我触摸这个地方 但看到马上切换到的摄像头这个地方啊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工具栏啊 可能不太清晰 那我触摸一下某个地方 我触摸了一下 大家看到这是有反应的 TIG PIC是吧 那我还有一个DL 大家看到这有一个DL是吧 当然我们还可以打一个相册 触摸相册 再会写出一个相册 那总之这个菜单呢 我们大体是这么做的 做出来也效果还是差不多的 但这里边没有字呢 还是因为我的flash有问题啊 已经看不到汉字了 这个汉字 但是你在我的板子上是永远看不到的 因为它也有问题啊 然后我们翻回来 继续来回顾一下我这个菜单啊 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首先你要知道我大体的湿度呢 还是模仿手机的APP吧 有一个icon 点击这个icon以后呢 会产生一个另外区域 在另外的区域上面是拍照区 下面是我们的tuba 工具条 工具条里面又有三个按钮 那送着我这些话呢 就能分装出来这么几个结构体是吧 icon 然后呢 button 还有tuba 这么几类结构体 那这几个结构体 除了我每个结构体里边有相应的这个 大小颜色 当然忽略了一个textview的 也有大小颜色 最主要是有两个函数指针 那这两个指针 一个是它的动作的 我点击了这个按钮以后呢 是有动作的 那这个指针指向一个press 至于它执行什么动作 你可以用printful打印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监听器 那我如何知道这个被点击了 我点了以后它才能执行动作 但你怎么知道我点了 这个时候要监听这个结构体 它的一个状态 那么如何接听呢 接听呢 就是就是触摸屏 如果你触摸到某个地方 代表你按下了 那在代码里边 最主要这个函数呢 是我们这个menu.c 里边有个state 每一个类呢 它都有一个state 比如说del有个state 那每一个state呢 写法都一样的 都是触摸屏 如果触摸到了相应的区域 就会执行下一个动作 press 然后整体呢 我们看这是有一个死胸环的 找到了 我们看看这个photopress 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点击了这个图标以后呢 会切换到另外一个界面 那在另外一个界面里面呢 我会死循环来 监测每一个东西的状态 是吧 在托巴里边有三个按钮 我会监测三个按钮的状态 所以整个这个监听器呢 是放在一个死循环里边的 当然最外面这个监听器呢 也是一个死循环啊 这是一个监听器的思路 那如何退出这个死循环呢 你可以整相应的动作是吧 在相应的press里边 我们可以用一个break 或者用一个flag 通过一些标志位来决定的 应该退出这个死循环 关于菜单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它的整体死循环还是一个 明显对象的死循环 利用结构体把你 界道的时候的东西都分装起来 里边除了有成员别量 还有成员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呢 是用函数指针来做的 最后把这个指针复制 给相应的地方就OK了 谢谢大家